4.冬日吃萝卜 冬天是吃萝卜的好季节 小的时候,每到天气转凉 爸爸总是会用萝卜做几道菜 像把白萝卜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加了香油、酱油和醋为拌 然后加一些青蒜丝 就成了冬日极好的开胃菜 爸爸喜欢用白萝卜烧牛腩 大家都喜欢吃烧得极入味的萝卜 红烧后的白萝卜用来配白饭真好吃 我们小孩总说白萝卜好吃 爸爸说他小时候在老家苏北 吃一种水萝卜 又嫩又甜 好像梨子一样 爸爸的话我并不全信 总觉得他思乡心切 一定有些夸大 但几年前的冬天 在上海的市场 看到有人卖苏北白萝卜 买来生吃 果然又脆又甜 真的很像水梨 韩国人很会吃萝卜 冬天腌一大缸萝卜 可以吃一整个年头 但最好吃的还是 寒冬里现腌现切的辣味萝卜 有一年我住在韩国 早餐就是吃刚腌好的辣白萝卜 又辣又香又爽口 忍不住多吃了一碗饭 日本人叫萝卜为大根 觉得冬天吃萝卜可以补气 因为有秋收冬藏这种观念 认为大地的天气 在冬天都藏在土里 而萝卜吸收的正是 大地的冬日精华呀 西方人冬天也吃萝卜 有一年的二月 我在法国旅行 晚上在小镇四处找吃的 看到一家小小餐室 只有三张桌子 当晚我吃到了法国农家菜 生萝卜拌法国酱 不过是当季的鲜嫩萝卜 切成细片 浇上芥末酱 油 醋 和蜂蜜拌成的酱汁 但这道偶遇的家常萝卜味 比起我吃过的许多大菜 更让我思念不已 旅行当中的饮食经验 不只是好不好吃 而是味觉体验的本身 就是一种生活文化的探索 保证